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華麗農場茶油純釀油房的執行長 楊炳和楊執行長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執行長你好 各位好 大家好 執行長你當初怎麼會想要釀苦茶油 你的起心動念是什麼呢 剛開始我接觸苦茶油的時候是 當時就是有朋友介紹說苦茶油是很好的東西 那時候我剛好是吃素 所以說對養生的產品的話會比較特別的去注意 而且油的話是在我們生活當中之內 不可或缺的東西 所以我就試用了 結果的話感覺不錯 當時在從事農特產品 我就覺得說這個油的話既然那麼好的話 自己本身用過也覺得非常受益 所以說我當時就有想法說要把它推廣 就是把好的油介紹給大家 然後我們埔里的話就又剛好有種苦茶樹 所以說我那時候就想要去 一直在想要把這個苦茶油就好的油介紹給大家 你發現埔里有種苦茶樹就想說自己來做自己來榨油這樣子 沒有錯 對 就是 那其實你剛開始在做榨油炸苦茶油這個過程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跟挫折 剛開始在榨苦茶油其實的話就是 剛開始的話就是要先去拜師學藝 然後就是要先去了解苦茶油怎麼樣的製作 那當時的話確實遇到很多困難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掌握剛開始新的機器 機器來的話還沒有掌握到機器的性質 還有苦茶種子它裡面我們要榨油的那個溫度控管 那時候的話真的是有浪費很多的原物料 所以說那個都是漸漸的就是有一段時間 浪費的話一些時間還有金錢 那沒有辦法因為好的油的話 我們真的是要很用心 直到它可以可以的話可以給客人安心使用 我們才會有辦法上架 是是是 所以剛才要先去學工夫學怎麼載 對 有沒有遇到挫折的部分 當時的話就是我們遇到的話就是苦茶 苦茶是當時我們不會掌握溫度的話 有時候油炸出來的油不是太就是水分 含水量太高 含水量太高不行 要不然的話就是含水量太高的話 油的話就很快會氧化 放變質 不行會變質 就變質 然後溫度太溫度掌控不好的話 變成太高溫的話 油的話會有一點點顏色會變重 就又會破壞到它裡面的營養價值成分 比較不會那麼高 所以說我們當時在炸油的話就是 邊炸的話要邊控制它的溫度 還有一些種子的那個熟成度 都要掌握到分秒都不能夠有差別 然後出來的油的話 才會品質才會好才會香 剛好它的含水量濃度又濃 含水量又少濃度又濃 然後你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話 就有溫度太高了 所以是中間的話這個時段 我現在在講雖然很簡單 但是這個真的是要有很經驗 經驗而且要可能要施斷很多次 那個油不行 可能施斷很多次才會倒掉 然後要再重新炸 是 那執行長那你們華麗農場 你們當初啊 你成立這個農場 炸這個苦茶油 你的基因理念跟核心價值是什麼呢 因為當時的話就是 苦茶油的話好的油 第一方面的話就是 要把它推廣給大眾認識 然後第一個就是 覺得現在年輕人很多都 不太知道苦茶油的用途 都是老一輩人才知道 所以說我會成立 會去經營的話就是把這個好的油的話 就是能夠帶給更多的客人這個資訊 把年輕人的一倍的資訊 吃好的油 因為畢竟不好的油的話 對我們身體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所以說我們國內的心血管疾病 就是也很多 所以說我就是一方面 就是想要把這個油的話 就是讓年輕人比較注意健康 這一個方面 所以說我成立的話 我就是展覽 還有包括成立公關工廠 用導覽師的去介紹 讓大家去了解 讓大家去了解 認識這個苦茶油 是好 執行長 你們公關工廠好像除了炸苦茶油 好像你也有開發一些周邊的商品 然後剛好今天你有帶來 可以趁這個機會 讓大家更認識你們華麗農場的 苦茶油的產品 苦茶油的話 本身我自己的苦茶油的話 第一個 它都是金黃色的 金黃色的 所以苦茶油叫黃金油 顏色重一點的話 就是溫度太高了 真的 所以這個顏色是 這個顏色是最漂亮 金黃色是最漂亮的 是最好的 是 如果說油的話 第一個我們看它的濃度 如果濃度不濃的話 裡面 它就很容易 人家常說的 會炒油 放不久的炒油 就是裡面它在炸油的話 它的種子裡面含水量 還有一點點太高 太高 它對於比較會有油耗味 所以說這個就是比較分辨 苦茶油的 當然就是能夠 能夠品嘗的話是品嘗一點 因為好的有苦茶油的話 喝起來它的味道是香濃的 不會像我們喝一般的沙拉油一樣的味道 那味道不好 這個是苦茶油 然後就是為了要讓年輕人的能夠更加 認識 更加認識苦茶油 就不會那麼那麼枯燥的話 就只有苦茶油這樣 我把它做成苦茶油的沙茶醬 這是我們華麗的明星商品 沙茶醬 沙茶醬 苦茶油可以做沙茶醬 沙茶醬跟外面的沙茶不一樣 我們裡面的料的話都是用 福里的香菇 大多蛋白小麥培養 然後苦茶油耐高溫 我把它然後結合起來的話 這一個就是變成 我們吃的話就是 覺得對身體的話就是養生 或者是對我們身體都非常有幫助 苦茶油本身就顧味了 還有一個辣椒喜歡吃辣的 胃不好的不太敢吃辣 我裡面有放苦茶油了 所以說胃不好的話 也可以吃一點點我們的辣椒 它可以保護味 對保護味 也會比較溫和 這個就是這兩瓶的話 辣椒還有沙茶 是我們的明星商品 就是最受歡迎的就對了 對 還有一個就是拌醬 喜歡吃生菜沙拉 或者是吃 就是這一次 加在生菜沙拉裡面 這一罐的話也可以 拌飯拌麵 像以前的話 像苦茶油老一輩人怎麼吃 他們就是白飯 白飯然後加一點苦茶油 加一點醬油 醬油 這樣拌一拌的話 就是在吃的話就香氣很足了 這個醬料是我自己在特製的 絕對的話 你只要直接拌的話就很好吃了 拌飯拌麵都可以 拌飯拌麵都很好吃 加生菜沙拉 或者是吃蘿蔔糕 把它加一點點下去的話也可以 這個我們也非常受歡迎 再來一點的話就是 這個當然 苦茶油離不開麵線 所以我們農場的麵線 手工麵線 非常受歡迎 這就是手工日曬的麵線 手工日曬的麵線 你煮一煮的話 吃起來 煮久的話不會爛 而且不會爛爛的 不會軟爛就對了 不會很滑嫩 你煮久的話 會很滑嫩 所以說我們的麵線 加上我們這幾個醬料的話 這個真的是我們農場 非常非常有名的 很多客人都喜歡的產品 那剛剛的話 如果說我們 如果說一般的話 比較沒時間的 或者是在外面 如果你要方便的話 我們這個油Q麵 都是結合這一罐醬料的 你不用說覺得說 我們的醬料好吃 你要買一個苦茶油 再買一個麵線 就不用了 你就直接買這一包裡面都用了 你把它做成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直接煮一煮的話 裡面的話就可以 就很方便 煮一煮的話 醬料加下去的話 就可以吃到健康的 外面的話 有一些我們泡麵的話 大家都有時候會覺得 不太健康 這個麵線的話 在煮的話 不用煮很久 一般外面很多乾拌麵 在煮的話 都要煮很久 那個麵才會熟 這個麵線的話 那個時間的話 大概 比一般的麵線 大概多個兩三分鐘 然後你就可以 享受到很健康的那個茶油 所以你們已經把它做好了 就是 醬料什麼放在一起 我只要把它煮 什麼加進去 調一調拌一拌就好吃了 對對對 一般的話 像苦茶油 很多人的話 才可以特別介紹 因為苦茶油的話 它有消炎殺菌 它裡面有Omega369 而且它耐高溫是252度 很耐高溫的油 耐高溫 所有的油就是苦茶油最耐高溫 所以說 適合我們台灣人的話 每天如果說要用煎 煮炒炸的東西的話 就苦茶油比較不會變質 就比較不會變質 有一些也可以油漬 油漬口的話 它可以消炎殺菌 嘴巴破的話 髒口都不能癒合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苦茶油 苦茶油 是 還有一些胃啊 胃不好都可以 胃不好吃苦茶 胃也很好 對 直接喝也可以 是 那指引長 你們華麗農場 它未來的一個短中長期的規劃是什麼 華麗的話 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 就是漸漸 我們漸漸 有陸陸續續開發一些 比較 比較新的產品 就是 比較健康養生 像 我們葡萄裡的話 也種很多金線蓮 所以說我們也有開發一些金線蓮的養生茶 除了苦茶油還有金線蓮 它除了可以泡茶 泡茶的話 它還可以 可以做湯底 把那個茶包丟下去的話 就可以變成一鍋的湯底 你的食材裡面 可以隨便看你們要怎麼樣放 未來的話 就是會開發比較一些 比較健康 以健康養生為主的 而且是埔里比較在地道地的東西 然後茶油的話 茶油的話 就是未來的話 我也會開發一些比較 包裝商 比較可以 比較可以隨身攜帶 比較方便 然後可以保存的效果比較好 客人要用的話 也會比較 隨身攜帶的方便 不是這樣一整瓶 就是這樣小小包 小包裝 對小包裝 就是比較隨身包的這樣子 現在的話 疫情也已經結束了 然後更長期的規劃的話 我現在規劃一些東南亞方面的國家 把我們這個油 有華麗的好的油 推廣到東南亞方面 所以也是走出台灣 就是國際化 所以你也會到國外去展覽 對對對 因為之前疫情剛好也不要去新加坡 結果疫情來了 剛好你去 然後現在疫情過的話 產品的話 就開始要 擴展到一些東南亞國家 是 好 那最後想請執行長 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很有熱忱 很有創意 想要創業 那如果說他們想創業的話 您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呢 如果年輕人想要創業的話 我覺得他們就是 首先 你就是 要對你想要創業的方面 要有熱忱 去瞭解 你所接觸的 對外面的市場 或者是未來性的發展 如果你覺得說可以的話 你就是一定要堅持 就是一定要堅持 不管遇到什麼樣困難 一定要堅持 然後 要隨著市場的變化 適時的去調整 當然的話 我們的產品的話 現在網路資訊時代是很發達 你只要把你的產品做好 品質用好的話 大家 客人一定會 到最後都會成功 然後人家會肯定 會支持你啦 會肯定你 因為你如果說品質顧得好 人家知道你們說好的品質 自然會一直一直的回購 對 一直支持你們這個品牌 對 不要想要說很快速 就要一步登天一步 對 你如果一些 用比較快速的行銷廣告 然後你可能當時的話會消耗不很好 但是你產品的話 如果說你的東西 或者是任何產品 如果不太好的話 品質沒有顧到好的 你可能也是一陣子而已 比較就沒有辦法長期 對 就糖化一線 就那一段時間而已 是 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華麗農場 茶油純釀油房的執行長 楊炳和楊執行長 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執行長的分享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觀看